中国财经报道 我们继续来浏览其他资讯 美国当地时间8月7号 美国负责政府合同的机构 发布了一项 关于禁止联邦机构采购 包括华为在内的 5家中国公司电信设备的临时规定 华为今天发布媒体声明称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 及其实施条款 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华为有不当行为的情况下 对华为采取惩罚性行动 是基于原产国设计的贸易壁垒